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实力的hiphop歌手的淘汰制节目 节目播出后 收视火爆 而参赛的选手 也因为节目知名度大涨 身价水涨船高 现年35最低歌手rapperk就是其中一个 不过最近他却遇到了麻烦 他的妻子三日 在IG上公开KK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 向网友求助 KK的妻子 透露丈夫在3月22日于泰国寓意外 现在希望能尽早回韩接受治疗 KK的妻子 坦言KK在泰国的酒店游泳池 跳水时发生事故 导致颈椎骨折 经过当地医院诊断 发现KK第五及第六节颈骨断裂 情况非常严重 截至目前 KK已经在七脉医院 重症治疗室 做了两次手术 身体现在处于全身瘫痪的状态 后续仍需治疗 当KK得知自己 还有康复的可能性后 家人和他 都想尽快让他回韩接受治疗 但是KK却感染上了肺炎 要等肺的状态好转 才能乘飞机回韩 但摆在他们家人面前的 是KK昂贵的治疗费用 KK妻子 表示KK住院的持天 光是手术费和药费 就已经超过了6000万韩元 而KK现在全身瘫痪 将他送回韩国的交通费 就超过1000万韩元 这些已经严重超过家里能够承受的范围 他们不得不向网友求助 希望网友能够帮助他们早日回国 KK和家人在IG公开发生意外时的照片时 还一同留下银行账户号码 希望得到外界的帮助 韩媒Sports京香特意采访了KK 他们确认IG上发的是事实 并透露肺炎已经好了 想6号回韩国接受治疗 同时也希望得到外界的帮助 事情曝光后 迅速登上了韩网热搜 韩国网友对此分成两派 一方认为有难就应该大家帮 早日回国治疗也好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认为KK遭遇此劫 全是他粗心大意所致 而且没有证据表明 KK经济负担不起 不该让别人承担 你怎么看 不管怎样 还是希望他早日康复吧 作有深度的心灵SPA和有格调的故事 喜欢请分享哦 么么哒 一解换新logo了 各位闺蜜认准正版 都市男女的心灵SPA 以学术的严谨 看贵圈 谢绝转载 我们下期会订阅